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下集會說將會是射手和雙魚座 首先介紹一下射手座 射手座現階段來說 都是一個最強的單體輸出 當然是說單體一發 前期就可以做到最強的輸出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秒殺型的角色 這隻就適合你了 現在可以打到的副本基本上比較多 但日後能否留下 如果按照以後六伏的情況 他留下的機會不太高 但現在來說也非常有用 老實說 爽的肯定是一開始抽出來爽的 這個射手座我記得是一開始開服時 還未加入卡池 好像大概兩三個星期前 就限定加入卡池 所以如果大家本身 還未有的話 又很喜歡射手座的星座 或者角色的性格的話 我覺得可以抽 因為它的實用價值也比較高 一開始就可以用得了 不會像巨蟹座一樣 要砌生砌死 這樣才能砌到一隊好的組合 所以如果你問我射手座是否可以 我一定回答你可以的 因為這遊戲所有的黃金聖鬥士 我自己都覺得可以的 是有些比較難玩的 就不是說玩不到 另外先說回雙魚座 雙魚座到日後都非常有用 因為它是打副本非常好用 PVP暫時來說 都是非常強勢的角色 你說日後能否用得著呢 亦能用得著 所以雙魚座up就一定要抽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歡 雙魚座的極級爆發 當你有五六格火 五六格能量的時候 爆發力驚人爆 所以雙魚座比射手座更值得擁有 如果大家本身已經喜歡雙魚座 或者想抽雙魚座 這次的機會應該不能放過 還有我關於射手座和雙魚座的影片 也做了不少 如果大家想看看他們的實力 或者怎樣的玩法 可以到片尾就可以看到 那裡有一個傳送門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你還在玩聖鬥士的朋友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謝謝大家觀看 謝謝大家觀看